餐廳停止公餐 卫生局人員上午再度集合裁剪 有男子投訴卫生局 因为订了这家餐厅年菜 吃了以后家住30人 就有15人上吐下谢 餐厅贴出道歉文 陆续还有受害消费者留言 怀疑是冷盘出了问题 业者表示会负全责 详细原因等待卫生局调查 吃年菜吃出问题 业者也抢不到年菜商机 这个年节大家都不好过 大家新闻云林 综合报道